今天是九三军人节 县长陈光复前往忠烈祠主持 澎湖县各界秋季先烈济正王将士祭典 率县府团队与地方各界代表 向先贤先烈致以最崇高敬意与哀思 并致赠遗族家属慰问津表达关怀之意 陈光复表示在九三军人节这天 借由简单而隆重的仪式 缅怀革命先烈济正王将士 感念前辈们对国家与社会无私的奉献 一起共创和平安定的家园 足距离 VE relatively 典禮中 陈光复依寻古理向革命先烈 继正王将士献花 献绝献果行三鞠躬礼 表达崇敬追思之意 缅怀其为国捐躯的伟大精神 陈光复还说 国君弟兄姐妹们 一直是国家的中流砥柱 是社会安定的基石 其保家为国的精神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 九三军人节 祝福所有国君弟兄姐妹 身体健康平安顺心 记者陈荣郁报道